花蓮县府应苏花改通车在花蓮火车站旁新建规划先骑转运站 主体结构已接近尾声正在进行室内装潢以及西部工程 将在5月底完工式营运 而未来要了解师座的内容 花蓮县议会建设小组也前往现场会刊 来了解未来营运的方向 花蓮县府获得中央核定几千万元新建先骑转运站 该站为一层楼有13个月台 9个客运业者进驻 将提供长途国道客运以及短程市区公车的转运 让有客与市民大乘公共交通更为便利 为了解师座的状况 花蓮县议会建设小组招吉人林源复 第二招吉人杨华美 先言吴东升 张美慧 招吉人又李布什一赖 曾宝秀前往现场听取建设苏汉工程师的说明 招吉人林源复也提出多项建言 我们花蓮县议会建设小组 考察我们这个花蓮火车站前面的先骑转运站 那我们是想了解它的目前的进度 什么时候完工 那目前还有哪些设施要改善 那目前看到的是 目前整个硬体完成94% 95%的硬体的这个施工进度 那进度是9成5了 那接着就是软体的建设了建设就是一些行车 旅客的一些资讯行车资讯的建设还没有完成到位 那其他的一些无障碍设施还有楼梯还有这个公厕的设施 这会看之后都都蛮明亮蛮通风的 也内外分得蛮开的 所以说这个先骑转运站 这个蛮符合民众的期待 也希望这个在5月底 预计5月底会来完工 完工验收 那我们期待我们6月初 来让我们这个民众可以来观光客来使用这个先骑转运站 大众搭乘的便利 转运站委外经营之后 厂商需与各个客运业者测试动线协调工程 目标6月初是营运 花园先期转运站进入9个业者 包括花园客运 太鲁阁 果光等等 先驶路线由国道南港到花园 板桥到花园两条路线 市区301花园车站到东华大学 3013花园车站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3014台湾的好行东海岸线 305花园火车站水源村 307花园车站到慈禧科技大学 东达门夜市 308半店接驳 花园到七星潭 301花园车站到天翔七条路线 还有16条公路客运的路线 记得你终于黄山伯导